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我们应该有很多人喜欢吃意大利面 我们也是经过很多的店家 他卖的意大利面 我里面通常都会客买 那我们怎么样在家里做不一样的意大利面 还有一个是意大利面有很多形状 我看过什么条状或者是米粒管状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很特别 叫做花形意大利面 做的是咖喱口味 邀请到的是许志昌老师 志莉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花形 我很怂 我第一次看到 对 因为我有时候 这个就是在一年几乎我就去逛超市 看到这个不错就买回来试看 觉得口感还很好 对 它看起来就是像那个花瓣一样 对 就像花瓣一样 对 对 它这个的话 你看它做出来的面就是像花瓣一样 那这个就是 老师这个已经先烫好了对不对 对 所以它这个大概要烫多久 那我们 我说水滚以后我们等一下烫差不多十分钟这样 放一点点的盐巴 对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都会 就是它其实买回来包装后面通常都会行 就像说我今天教大家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今天煮烫太多了 那你煮不完的意大利面 你就可以把它冰在那个冰箱冷藏 然后改天你要做料理的时候 回家赶时间 我还记得我还有一包意大利面煮好的 我就可以跟他说料理 那这样子的话我是要放冷藏还是要放冷冻 那我今天就放那个冷藏就好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一次煮 比如说当餐吃 或者是隔一两天以后就是 老师今天是有巧思的 那是假设情况题 假设 我们这个是从前两天煮的 然后冰箱拿出来 直接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咖喱的 咖喱口味的花形意大利面 对 很特别 好 好 那再来我们先来切一下 食材 来 因为洋葱嘛 洋葱的话它本身就是有甜分 那洋葱的话我就给它切 切成这个 我先开小火 对 好 我们就给它切成 粗粗的这个丁状 那因为有的有会切什么 切像比如菱形片 但一般妈妈她不会 她就直接这样切就好了 我们有切一样大就已经很厉害了 还要领形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盘子里面 那其实像我们今天这一道菜 一般来 在家里来做 我觉得也非常简单 爆香的这个 老师讲都很简单 到你手上什么都很简单 其实的话 你把它准备好就好了 那像我 你看我像今天这一道菜 好像也有在做我们的清冰箱料理一样 你说清冰箱的料理 对 首先这个花形意大利面 我们刚说它是情况题 假设它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 对 然后你看过年 或者是说 有时候吃的那些剩青菜没有用完的 我们就可以拿来利用了 那我今天我准备的这个白花椰菜 白花椰菜 那白花椰菜的话 我会把它稍微改一下 就是大小 大概这么大朵就好 然后这个粗的把它稍微切一下 对 老师就是直接从上面直接把它切断 对 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所以就是全部都一致 对 大概一个拇指大 然后这样的话吃起来 因为这个口感会比较硬一点 所以稍微给它修一下 梗把它拿掉 对 所以冰箱有什么 老师现在就是在教我们 就是你冰箱有什么 你就可以随时用取得到的食材 然后去改变一下 做一些不一样的菜色 那我们切好 我们就给它放着 对 一起下去 我都把它摆在盆子上 对 这样的话等一下 观众朋友看都会比较清楚一点 也是 对 所以老师刚刚一开始就讲了 要保证教大家就是很容易煮 大家就是一看一学就会的 这个 我就把它改小朵这样 全部都一样 对 因为跟那个面大小一样 这样刀工的话比较一致 那如果妈妈真的没有时间 你就是 直接怎样 大朵大朵的把它放下去 也没关系 对 就稍微焖久一点 而且你看这样的话 材料到多少钱而已 对啊 所以有时候好多人我们都在讨论 到底是去外面吃自助餐 比较划算 比较划算 还是在家煮比较划算 那其实如果人口多的话 我都会建议说在家煮 如果两个人的话真的很难煮 对 所以也是 不过老师今天就讲 你可以就是 一次你煮意大利面 虽然不好煮对不对 可是呢 你就把它煮了之后分两餐吃 那蘑菇啊 蘑菇的话我们是给它切片 那因为蘑菇像这么大小 因为有时候小颗的你就给它剖半 那这我今天比较大颗嘛 就切片 就一样 我一样大概是切三等份或四等份这样 对 这个叫厚片 对 好 一样 所以有时候就是看自己的 就是时间上应不允许 还有就是你喜不喜欢做这件事 然后就加了这个是季节性的 这是美白菇跟那个黑美人菇 好 我们这个稍微把它拆一拆就好 而且你看也不用切 就直接拆一拆 就直接放上去 对 好 那就加一点颜色 番茄 对 漂亮的番茄来 对 那番茄的话我们就是 挑你喜欢的那个色彩的颜色 所以老师喜欢什么 那我喜欢这五彩繽纷 所以有绿的 对 有小的有大的 好 一样 红的 对 红的还有分圆的跟尖的 对 那待会配色一下 所以你看老师一开始就这样 你冰箱有什么就加什么 对 所以有可能有红的 或者绿的 或者是有圆的跟尖的 都没关系 对 好 好 我们取适当的量就好 对 那有时候就是家里有很多水果没有吃完 像番茄 我们就直接可以来做这样的料理 对 那凤梨行不行 凤梨啊 凤梨也可以 但凤梨的话就是 你可能就也不要太酸 不然整盘那个面的话就变酸的 现在哪里凤梨有酸的 好 台湾的凤梨超会种的 都非常的甜 真的 那有时候就是像人家做凤梨酥 就是要用那种比较酸脂 对 所以我们在市场买到的几乎都是甜的 对 好 我们就开始了 所以刚刚我已经稍微热锅了 放一点奶油下去 用奶油 所以是西式的 对 意大利面 好 奶油 稍微给它融解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开一点点小火 对 好 有下去的时候 对不对 把我们的 这个 蒜头先下去 对 蒜头 菇都一起给它下 我以为是洋葱要先下去 对 因为洋葱如果你太早下的话 它 会出水 你菇就煎不香了 对 我以为 真的是误会 我以为 洋葱应该要先下去爆香 然后之后才是蒜头 所以我错了 好 错了 老师这边是奶油下去之后 是蒜头先下去 对 跟蘑菇 稍微给它煎一下 然后蘑菇如果有半圆形的 就把它翻个面 让它贴在锅底 对 所以这个技巧很重要 其实的话 这个做料理就是 当然 如果妈妈的话 就是比较赶时间直接一起丢下去 只是说我们有这个程序的话 就爆香这些香料 吃起来味道会 层次会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个也就是我们喜欢学的 那你煮出来的东西 跟别人煮出来的东西 其实就会有不一样 对 有人会觉得去你家吃东西 感觉你随便煮都随便好吃 对 就这么简单 所以原来其实顺序不一样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那我们这里的菇 因为它会吸油 对 所以我先给它煎一下以后 对不对 那我们的锅子都有 有的时候 我再给它加什么 加这个洋葱下去 在旁边 对 所以油先把它分配给那些蘑菇 对 那像这种菇的话 就是我等一下差不多的时候 我再放下去炒 对 因为它水分好像更多 对 那我今天洋葱是切得比较大块 像指甲片 大的指甲片 大母哥的指甲片一样 像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那老师我有个问题 如果今天是因为蘑菇 它的水分相对少 如果我是杏鲍菇 也会一样吗 杏鲍菇也先下去炒 也是先下去 对 而且杏鲍菇的话 看我今天要切 切你要切滚刀 小滚刀的 搭配这个花形的也可以 切片的也可以 对 那只是说像刚刚老师讲的 这个黑美人菇这些 就是要后面再加 对 给它吃起来比较滑一点 对 你看这个蘑菇煎了 它就已经 上色了 对 上色了 所以一开始要先给它加油 对 就这样人生也是要给你加油 对 除了车子要加油 人也要加油 对 那这个菜也是 所以今天老师讲的这个 是很重要的一个小细节 美国 对 而且我们放那个奶油下去的时候 你火也不要太大 油温太高 它马上会怎样 是 就黑掉 所以老师都没有改我的火 我现在从头到尾都是小火 对 稍微给它翻过来 煎好以后 我们稍微给它翻过来一下 所以煎这个蘑菇也不用急 老师到现在才开始在慢慢翻面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洋葱就放在旁边 让它慢慢自己加热 对 好 给它稍微拌一下 刚刚全部被吸进去的那些油 对 好像跟着那个多糖提又出来了 对 所以我们那个油 奶油好像也是只有一小块 对 对 那其实如果我不喜欢做这种奶油 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也可以 也可以 葵花油也可以 对 或一般如果说葵花 没有葵花 我们可能用沙拉油也可以 对 就自己吸 只要你用习惯的油脂就可以 对 对 我感觉西式的好像感觉就是 配上一点奶油的那个香味 好像感觉就不一样 就比较搭 对 对 那洋葱给它稍微炒软一下 煎香它 那你看如果你火 火如果你觉得说不够大 我们可以这样可以切大 但是切大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说它的火太大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奶油就会被 温度太高 对 它就炒会大 不过你看那个洋葱那么后面才下 它现在已经有点透明状了 对 好 好 好 因为我再来的话我会先放什么 我们的这个白花菜 因为白花菜它比较不容易熟 绿的比较容易熟 对 这个白的更硬 真的 对 放下去 所以你看 我们像我们很少去比较就不会知道 对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对 对一比较就知道好 老师就揭晓答案了 其实白花也要先下 你要炒一下 难怪像我们在外面 比如说想要吃点宵夜或什么 去买那个类似咸酥鸡 它的炸花椰菜 好像都是用白花椰 对 比较耐炸 颜色比较 虽然你看绿色炸太久的话 或者说刚炸起来很绿 但是你拿回家以后它就黑掉 它就黑掉了 对 所以原来那个咸酥鸡那一些 他们选择的花色 那个菜色也是 老师有指导过 他们也是很有学问 知道不能用绿花椰下去炸 其实炸高丽菜很好吃 高丽菜 我们如果有高汤 我们就可以加高汤 那如果没有高汤 我们可能用自来高汤 用水都可以 也可以 所以我们那边现在是有 一点高汤 倒一点高汤下去 那这个时候要改稍微大一点 对 高汤 今天下去给它焖一下 焖一下 对 要盖子吗 今天不用 因为它这个的话 这样看的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也是 对 如果在家里 其实是可以盖一下锅盖 对 像我今天如果我用咖喱块 我就不要太早下 因为我要怎样 因为我这个花椰菜的话 它是生的 我要给它煮到熟 对 如果太早下的话 因为它这个有一点淀粉 对 那这样子的话 花椰菜会变得相对不容易熟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它可能 就变成勾芡的状 那如果说 我今天不用咖喱块 我用这个咖喱粉 对 也可以 就可以早一点下 对 假如说我今天用咖喱粉 我就可以早一点下 那哪一种比较好吃 其实口味都 两种 咖喱要加两种 对 咖喱要加两种 对 所以老师现在先加粉 对 然后咖喱块晚一点再加 对 咖喱要加两种 会比较好吃 会比较好吃 对 我也有听过有老师在教 就是卤东西 卤东西的时候 是 好像酱油 他也比较喜欢用两种 两种 对不同厂牌 对 因为每一个厂牌 其实它会有 它独特的味道 对 那你看我们先慢慢的 因为咖喱粉本身 有淡淡的味道 对 然后这样下去 那个花椰菜的 那个颜色就跳出来了 对 给它焖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青花 菇类 还有面下去 给它煮一下 对 然后我们冰箱拿出来了 对 花形意大利面 对 最后才下去 对 这感觉确实 蛮简单的 所以老师说 这种就是 虽然是餐厅料理 可是你在家里也可以很简单 就把它做出来 其实你看 就像意大利面 我剩下的我就拿起来 变化一下 对 那我万里街 我是煮咖喱的 那我没有 我可能就是 吃南洋的 口味的也可以 对 或者是说我今天面 起来 烫好了以后 我可以把它怎样 再稍微用温水给它烫过 已经熟了 我在温水冰 拿冰箱出来 温水烫过 做两半的 对 也对 所以虽然你煮一次的 意大利面起来 老师刚刚讲 如果你两个人不好煮 你煮一次起来 然后你其他放冰箱 下一次把它变化成不同口味 对 所以老师 除了节目上 教咖喱口味 刚口头上 又叫了两三种 好 我把我们的这个菇类 这个都给它放下去焖 所以这个时候就焖 所以其实白花椰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煮 对 它大概滚了之后一下下 其实也差不多了 这个菇类给它稍微焖一下 可是绿花椰更好煮 对 因为这个是生的 那个面已经是熟了 所以我们后面才讲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 先放一小块 刚刚放咖喱粉 对 我先放一小块的咖喱 一块下去 所以这表示已经几乎快要完工了 对 咖喱看 让它稍微融结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 它应该是那种就是日本的那种 就是有苹果口味 苹果的或辛辣的 对 那有的人他煮咖喱的话 他会放一点点的那个孜兰粉 孜兰啊 对 孜兰粉 对 咖喱跟孜兰有搭 有 对 蛮香的 通常孜兰我就会直接等于羊肉 对 放一点孜兰 我们以前在中次啊 都会放一点什么 可能都放一点点的那个月桂叶啊 香叶 对 是是是 就有点香料 对 所以可以加月桂叶或者是加孜兰粉 对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好 那我们到这样的话 对不对 我会放给它稍微 你看那个咖喱块下去 它是不是有那个淀粉状的 是 对 开始有点固固 对 好 我们就稍微 简单的调味一下 所以老师刚刚只有放一块 对 就是盐巴的话 我们放一点点 因为我们的咖喱块本身有 有点香 对 还有我们的高汤 好 一点点的糖下去 还要一点点的糖 对 好 然后我这边的话 我把我什么 这个 冰箱剩下 对 意大利面 对 放下去以后 放一点点的椰姜 哦 椰姜啊 对 椰姜的话就是看啦 如果家里没有椰姜的话 我们就不用加 对 还有一点点的什么 鲜奶 鲜奶 这个是那个喝的那个鲜奶 对 鲜奶要比较香 先下去给它拌一下 这个 这个 感觉有点日式的感觉 有没有 它的颜色 但是就放这下去的话 它会颜色会稍微稀释一下 对 而且它看起来可能会 我觉得应该会更滑润 对 好 然后把我们的什么 红色的下去 绿色的 对 就不一样 这样好像就好了 对 拌一下 好 我们就熄火了 这样就好了 那有点颜色 对 在老师的世界是彩色的 对 我们就直接给它盛盘 那所以 等于那个花形意大利面 因为我们是从冰箱拿出来的 对 所以它其实下去一下子就好了 对 好 你看老师在盛盘的技巧 它就不会像我们一锅直接倒下去 它一定是用咬出来 对 然后咬出来它就分配一下颜色 对 我们汤汁 还有汤汁还有颜色 对 所以它每一个汤匙落在哪里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看颜色配比 开始吞口水 因为好香 很香 你看这个 这样的话 我这一锅有淀粉 有蔬菜 对 非常多的蔬菜 差不多了 如果说我们喜欢就是拌饭拌面 这个咖喱就全部可以怎样 把它留下来 对 我给它擦一下 太漂亮了 真的 这样等于是已经是餐厅的一大盘 这一盘至少三百八吧 我们把这个 番茄给它 红色的 因为它这个都是 分配好 对 你看 那我们今天要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叫咖喱花形意大利面 上菜了 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一盘大概应该是一人份 对 一人份其实OK 这样的话你看 有时候我们吃 还可以蘸 这个酱汁如果剩 我们可以蘸一点那个面包 对 对 家里有剩下的吐司烤一烤 其实也可以直接蘸酱汁 对 蘸一个面包 哇 这味道 没有很咖喱 可是它有一点淡淡的那个 咖喱的香气 可是又不会很重 因为 其实我本身如果对于那种 很重的比如说是 咖喱味太重 我觉得我会觉得有点腻 可是这个老师这样做起来 因为它里面好多蔬菜 然后我刚刚这样边在吃 其实它那个我吃到的是白花椰 对 我觉得白花椰它已经有点 就是老师闷过嘛 对 有点软 可是它的口感是那种清爽的脆的 然后再加上那个 我们老师自己 就是把它放到冰箱以后 再拿出来的那个花形意大利面 对 它吃起来那个口感 我觉得跟一般我吃的 意大利面感觉有没有那么像 就是它有点偏向快要像 面疙瘩那种感觉 可是它又比较薄 所以有爽脆 然后有Q弹 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 淡淡的一点那个咖喱的风味 我觉得这道很中性 因为我们有咖喱就像有人 不太敢吃咖喱的味道 那我们就放了一点椰浆 对 放一点鲜奶 那如果说在餐厅的话 它是加了奶水 那如果我们没有椰浆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加鲜奶就可以了 对 可以撒一点点的花生粉 所以这道菜其实它 当然或许它不是一个 非常道地的那种 整个很咖喱的口味 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有个好处 就是它是让人家觉得很清爽 然后你很好入口 可是又有别于你 平常做菜的一个 比如说白酱 红酱 清酱的那种油腻 所以这个淡淡的咖喱香 其实我觉得真的 蛮符合我的口味 对 而且有点像清冰箱料理的概念 对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有时候真的买了一堆出来 这个剩一点 那个剩一点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所以老师今天教我们一个清冰箱料理 可是其实人家它是一道 你看做出来这么高级的一道菜 咖喱花形意大利面 观众朋友 学起来了 谢谢 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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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